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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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规定当中有没有发现传统时代观念的特点 另外这个规定感觉合理吗 如果感觉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话 各位认为具体上哪一个地方不太合理 那我想请袁廷助教的意见 首先第一点过去传统时代的观念 可能会认为说张力之子或者是在嫁私情妇女 素孽子孙这些都是所谓的错误的 那这些错误也有所谓的层级之分 像张力的话是他的儿子不行 但在嫁私情妇女则是会到达孙子 那素孽的话则是呆呆子孙都不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样子的观念 跟我们现在的观念是有非常大的落差 现在可能认为是没有错或是没有罪的身份 在当时却是认为是有错有罪的 那至于是否合理的话 可能就要看当代的价值观的角度 怎么去看待这些规定 那竟然被写入理点里面 代表说当代的价值观就是如此 那我们如果以现代价值观去看的话 所谓的张力之子在嫁私刑妇女 那或是宿孽子孙这些都是很不合理的规定 是 好那我想再提供一个思考的线索 那我们觉得这个犯罪拥护虚用者 可是他犯的罪非常严重的罪的话 他当然大概不要让他参加科技考试吧 那张力的儿子不允许参加科技考试的这个内容 再试考看看 张力的儿子的话 应该也张力影响到他的儿子吧 所以如果 你 这里有两个孩子 一个他的父亲 很严重的 张力 那另外一个他的父亲非常好的 他当官的时候做得非常好 很青年的 那我们推测哪一个人比较好 哪一个人当官的时候比较好 也可以说这个跟父亲没有关系 他们两个都按照自己的能力来做 这样子的话也可以这么回答 但是我们其实很多人这样心里头这样想 应该这个坏父亲影响到孩子 所以既然这两个人当中选一个人的话 另外一个父亲这个家庭环境比较好的孩子更好 但是也有这种思考 这个近代以前 比如这个朝鲜时代 因为家庭环境非常重要 因为没有其他的环境可以说 孩子出生以来一直在家里成长 不会中间到了8岁就上国小 到了几岁上国中这样子 所以当时的话 家庭环境非常重视 这个也是有道理的 那我们以前的中国有天地人 这个世界有三个因素 有的时候人可以参与天地的工作 就是天地要产生人 然后养成这个孩子 但是我们人也可以参加 产生孩子 然后养成孩子 养成人在的这个工作 所以目前的社会的话 如果你父亲是葬礼 但是这个社会还给这个孩子机会 你可以不受不好的影响的机会 所以我们这个社会一起培育这个孩子的话 他可能从父亲的坏影响自由 那如果在家是新婦女 大家都认为这个是不好的影响的话 我们社会可以拿这个家庭的孩子 来养成更好的人才 所以现在的话 我们没办法完全不定他家庭环境 对这个孩子的影响 但是我们也把这个家庭环境不好的孩子 把他不受影响 坏影响 然后给他好的影响 这样子的话 这个社会能够养他成为更好的人才 所以目前的话家庭环境不好的孩子 他无法成长到好的大人的话 这个责任不只在于家庭 这个社会会有责任的 所以我们看看以前的 近代以前的资料的时候 我们也要发现 那个当时的这种规定 虽然对他们来讲合理 但是对我们来讲也有不合理的地方 但是不能批判 只批判他们 我们可以导出更好的方法 这个就是我们欣赏历史资料的 一个很大的兴趣 都不合理的地方 意思是我们是在宝贝 那边是我们下期的 来点资料去住 他们都是在宝贝 工獄 但是不想要去世 什么都是在宝贝